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快的時間去跟大家說 星期三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推介了 最保美的 真是很簡單 看看可不可以穿回一條過關或者是孖寶 第三場四班千二米最保美 追上次跑第二的法 贏起 上次是梁家俊 其實今季兩次都是梁家俊跑 都見他是有點走勢 這隻馬當然是流過鼻血的 也是有個解心的 不過上次的衝勢真的太厲害了 用一個縮的跑法 回到來爆那段 如果看那個末段時間 那場賽事是他在做23秒38秒 拋開了其他馬做的馬群 其實名氣之心都叫做貴內贏過兩場的馬匹 令我勇眼光也是貴內贏過的 所以賽積水準時間方面 足夠有餘 這次再紮住重磅 我希望他盡快去馬吧 因為剛剛加了一分 都不存在任何減分的藉口 不過熱就熱了 同場有創科先鋒會困一下 不過我想發贏起這些跑法 應該都會比上次主動了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 交上次應該有的表現 就起到贏馬保重了 因為其實都是貴內第二次跑1200 又兜了大灣蝕 那條片我不敢進去 因為真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條片 兜了大灣好蝕 蝕了場地 這樣可以衝到第二 都沒什麼好說 所以都是純粹追寶尾的 蘇惠賢看到那手馬 接下來星期三 都有東西看的 例如12馬 又或者是 那隻仍然贏 有些馬是 可能被潘頓莫拉 或者是 抽到一個好檔 所以 在9場賽事出了7隻的蘇惠賢馬房 我想這隻馬就算熱也要選擇 所以第三場要有一隻1號的發贏起 至於第四場 就可能講多一點點 就是那隻6號的無限驚喜 都是最寶尾 這隻馬就值得給大家看一個神粗片 其實它跟剛才發贏起有些不同 發贏起我們就是 看它在重化那邊練的多 最重要就是養到隻馬開開心心 這隻無限驚喜 其實看粗練 我都覺得容天盼 放心了很多 第一 復課一切正常的功夫 第二 這隻馬 升了一些磅 但其實這次功夫 是有微微加辣度的 你看這一課 11月30號 就在內圈那裏做 身體都慢慢見好 當然我不會說它漂亮 因為長途買這些 早上不是很起眼 但 剛才我都可能飛了一課 應該給這課23號大家看 26秒2 慢慢吃著 其實是吸人的 第一課到 你可能說 上次冷門 會不會先過一下冷河呢 但我看到容天盼 跟剛才我選的蘇惟賢一樣 你看它的出馬 都不說得笑的 有那隻騰龍驅上次才贏了 還有 童主的奧龍驅 以及上次差點都贏了閃耀榮光 所以這次容天盼出的馬 亦都非同小可 無限驚喜這次過谷草 它的腳法 相對是比較暴距 比較窄一點 而且騰龍時間 不算是典型很大步的 我想這隻馬 上次加了7分 這點都值得留意 五班賽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說 平榜園很少加7分 多數都是加5分 6分起就算了 但為什麼加7分呢 因為上次的時間證明 又是很厲害 我其實 可以給大家看 上次那場1800米 我們看看 前面的緣份 榮冠大盜 過關聖像的那些 被拆穿了 但是它在埋遍內蘭 都充得很順 這次就可能沒有條蘭的了 但我覺得有實力的 就不用說一定要說 要霸著條蘭 上次這隻馬在做的時間 那一場 頭段 哇 拆得很快 喂 說緊 頭段是21秒7 23秒3 24秒正 然後沒斷24秒4 快到不得了 但無限驚喜 是跟著這麼快的情況下 沒斷 都仍然可以做到 24秒3 24秒3 在五班來說 都算是一個標準的時間 全程段段快 你都可以 沒斷再加速彈開其他對手 那我想這些馬可能輸夠了 因為都是說一些傷患 曾經 有過很多記錄的馬 你查回他的記錄 你就知道這馬很吵架 那有時這些馬 減穿了分 又養了好 就會有 這個 這樣的戒態 那個場地的確有點利放的 但是 孤物論場地點也好 你斷斷回來再彈開 這樣贏 那真是 沒什麼 理由 去拒絕馬這些馬 還有 北半球6歲 普通南半球 我們都怕他有些退化跌 北半球是可以值得依賴多些 我剛才就說他的神操紀錄 他 服貨的時候 都做了兩次 一次是26秒2 一次是26秒1 肯去做兩課快跳之餘 是8磅 我覺得也是入局的馬來的 所以今次繼續給楊明倫 希望他都醒醒的 讓這隊馬大家參考 最重要是什麼呢 他也有1182磅 如果大家不斷對手 那我想他也有益便宜 所以 這兩場的碼匹 都提供了給大家 看大家如何參考 谢谢观看